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前金会成的战绩为14战10胜 其中8次KO对手 可以说也是为集聚实力的选手 值得一次金会成的身高高达1米79 比王硕高了整整10厘米 但是肉眼看过去 二者的身高差远不止10厘米 这对于王硕来说就是以小博大的过程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双方马上进行了相互扫地 而后金会成以连续重拳外加扫地将王硕打退了好几步 不过王硕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马上以重拳外加高扫还一颜色 紧接着金会成长召王硕以左够拳暴揍 结果金会成很快就发挥了他身高臂长的优势 打了王硕一个石料未及 王硕也被金会成这几拳有点打闷了 接下来金会成以后手拳将王硕直接打飞了 而后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金会成以重拳再次中击了王硕的面部 紧接着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而又凶猛对拼 或许就是看到自己身高臂长占据的绝对的优势 今天金会成亚根就不想打地面 准备在战利就结束战斗 在面对这样的身高臂长 这确实也让王硕吃了不少苦头 第二回要课后王硕马上以高扫开落 不过金会成也毫不失落 马上以高扫踢了回去 接下来王硕终于抓住机会 以后手拳将金会成击倒 随后只见王硕马上门步上去 打了对手一个错不及防 而后王硕蹭蹭追击 以左够拳外加高扫继续续绝对手 不过金会成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马上以连续重拳将王硕打疼了 紧接着只见王硕上去 以左击外加高扫回击金会成 不过金会成很快又展现了 他巨轮般的臂长 再次打了王硕一个硬接不暇 第三回要开始后 金会成马上以中段扫踢暴踢王硕 不过王硕马上以高扫踢了回去 接下来金会成以连击继续续续续续王硕 不过王硕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出现 最终王硕招出机会 以左击外加连续重拳 直接KO对手赢下了比赛 裁判都看怕了 马上飞升叫停了比赛 金会成也被直接打梦了 全场比赛下来 在升纲和臂长完全不上优势的情况下 还被对手多次中击打梦了 不过王硕临危不乱逆流而上 仅仅又持不到三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小巨人Kill了 王硕也掌握了自己在万赛式的首胜 只能说王硕真是好样的 也期待王硕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今天的体育赛事 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